那這一手的話就是原石 俄羅斯料子的原石 這一手很香很香喔 而且很油喔 就是這樣一把這樣子戳齁 手都會油油的 然後粉粉的很香 那可以看到這原石啊 真的是很白 你看很漂亮 有白蠟齁 那如果這個是我做福利的啦 我們這個就不挑 好 手圍的部分的話大概是17到19公分 那是原石嘛 所以這是非常原石的狀態很香的 然後所以可能有一些包裹物啊 包裹物之類的 那尺寸的部分的話大概在 11到13米吧 就是男生女生也都蠻適合戴的 然後這個的話中間隔的這個是雪破 只是因為它等級沒有很好 所以它的顏色是比較深的那種雪破 來照燈看一下 紫光燈 照紫光燈來看的話 這個是藍綠色膜齁 天然的蜜蠟的話是呈現這種藍綠色膜 不是那種天空藍的那種 天空藍那種的話 如果是打在這種 打在這種惡料蜜蠟上 如果是呈現天空藍的話 那個就是假的 好 那就塑料的 或者是二代蜜蠟 好 所以要區別 不是每個蜜蠟打子光燈打出來的顏色 都是一樣的 它是分品種的 分種類的 兩百 兩百多塊 那這個真的很香 但是因為這個孔鏡真的比較小啦 如果這個線開的話 可能就要麻煩自己回去換 自己換線喔 就是 呃 會用的再來吧 好不好 因為這個是 也是很便宜的啦 這換線的部分的話 也不是 很難 好 就是重穿嘛 那這個的話 你們就是 像那個小幫手說的 他想要做項鍊 好 這做項鍊的話 做 頸鏈啊 做 欸 怎麼講呢 做隔珠 部分的話也是蠻好看的 那主要是真的很香 如果說你是想要有功效的那種的話呢 就是 琥珀嘛 安神 柱棉 好 然後 琥珀酸 琥珀酸的部分喔 對人體都不是很好的 如果想要功效的話 就可以來這種的 好 又便宜又香 而且我覺得他很好看 嗯 不曉得你們會不會覺得欸 我覺得他很好看欸 這種原始 對不對 好 但是可能就是會有這種黑喔 要可以接受 可以包容的再來 因為他原始的部分就是這樣 原始的部分的話你 當然原始可能 也是可能會挑出沒有黑的嘛 那當然人家國家 串成一串都挑出那種沒有黑的原始的話 那當然也不會是這個價格了啦 就會比較貴 好 這一手很香 那這邊的話好像沒幾條吧 30 30 40條左右 好 嗯 賣完的話這邊就沒有了 這是 這個的話是二料的 俄羅斯料子的 好 俄羅斯料子的話 顏色還是比較濃郁一些 好 然後像這個的話 這次也是屬於 你看這個 這個雖然是原始 但是不是那種 琥珀 不是普通的琥珀那種原始啊 這每一條的話都是花辣 好 不然就是白辣 奧利奧 好 都是帶很多這種白辣的欸 你看 齒白的 好 就是 就是 如果把它做成原珠的話 都是等級很高 那種白花辣的那一種 不是那種 很便宜那種 輕輕水水的那種琥珀 可以理解嗎 那因為本來是 就是全部一起隨機出貨 可是後來蹭了一下就是 重量部分還是有差別 所以就是會分 呃 一手一手就是重量 類似的 一手一手 然後 每一手的部分再隨機出貨 因為這重量的話變成是從 欸 平均喔 有7克多到 9克多的 好 那可能之前第一次我蹭的時候 我是全部 平均蹭啦 然後可能拿著那一手 拿著那一手 平均蹭分那一手比較大 好 所以這邊的話 就重新蹭了一下 然後做區分做上架 拿一條的話 這個可能從 欸 200到 256 左右 就看重量這樣子 平均重量